联選委員會 評審有關申辦大會的申請 联選委員會經過深重的考慮 決定接納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的申辦 現在我僅代表联選委員會 正式宣布 第16屆世界華戰大會 將由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主辦 於2021年6月在一起擁核舉行 讓我們以熱熱的掌聲 向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表示熱熱的祝賀 馬來西亞有超過700萬華人 是馬來西亞第二大的民族 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於1921年成立 會員編集各行各業的精英 實力熟悟 曾成功主拜過第七屆世界華戰大會 2021年第16屆世界華戰大會 再次回歸馬來西亞 心情非常激動 要喘一口氣 劉大使在座的貴賓 來自全球的華商朋友 大家晚上好 這一次的世界華商大會 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 特別組織了一個100人的代表團來復會 那今天晚上這一百位的代表都站在這台上和大家見面 每一位都和我一樣心情無比澎湃喜悅激動萬分 那讓我代表這一百位代表以及在家裡的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 全體同仁 向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表達我們最誠實的問候 我們也想藉這個機會祝賀英國中華總商會 在張進隆主席的領導之下 在這充滿五點魅力的倫敦 成功舉辦了第十五屆世界華商大會 魅力風情的英國揮手告別 但是在座的朋友別忘了 我們約定好 2021年6月21號到6月23號 我們已經下定金就在雙空塔底下的地點 我們馬來西亞見 See you in Malaysia Thank you very much 一碗咖啡有獎勘 謝謝大家 感謝 感謝感謝各位代表 那麼請各位代表下台就坐